消息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訪經述職行程延後 林鄭月娥訪經安排由中央決定 消息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原定準備上週五去北京 向國家領導人回報香港各方面的情況 但行程延後 她出席行政會議前說未有資料可公佈 行政長官述職的安排由中央決定通知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便會上京述職 我現在未有詳細資料可公佈 一有時一如既往 我們都會發新聞稿告訴大家 行政長官會何時上北京述職 上屆行政長官林鄭英在任期間 每年都在十幾月到北京述職 在上任特首曾任權就曾在十一月述職 首任的董建華試過十月和十一月述職 2004年的述職安排在澳門 正值澳門回歸五周年 2013年 時任港澳辦主任黃光亞曾經說 將來行政長官述職要規範化 要在每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前完成 林鄭月娥2017年上任以來 每年述職都在這個日子之前完成 另外對於國家衛健委 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曾光 說香港防疫措施未有落實到位 令到深圳防疫壓力較大 林鄭月娥說抗疫工作有一定困難 內地專家沒有認為我們的抗疫策略是錯的 但在落實 即每一點在落實的時候 是否落實得很細緻很準繩 這個往往是可以改善的 尤其是一個這麼大型的抗疫工作 涉及這麼多這麼多的人 她說不可能每一件抗疫工作盡善盡美 希望市民諒解 無線電視記者梁家寶報導 再次用馬上 deemed決定 結束了 放棄就原本 立刻 裏